第一功法 来到新农营 已经学了三个功法 你们应该能听到好 第二个三体是 第三个三元长 这些功法 它是真正的 练得出功夫的好功法 比如说 全前六四 签起来 锁起来 它是练全前热心的功法 但是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它不但能够热心 它能够把我们的身体 强硬的身体 练前更遥远 比如说全前六四的 头发像 通过对全前六四的练习 它把我的 以前强硬的身体 已经练远了 练红了 这是看得到的问题 三体是功法 它能够使我们的 撑进滑鼓更深层 能够使我们的单前气 往下沉 已经具备了抗击打能力 我们能够更强烈地感觉到撑进滑鼓 用手摸摸 腋下的霸净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霸净的滑鼓 霸净 已经通过练习霸净 能够更强烈地感觉到霸净地感觉到霸净地感觉到霸净的动作 要往这边扭远 而肩要往这边扭远 形成一个左右对整的力 而我们的面门要往下做 而我们的头要往上远起 形成一个上下对整的力 接走手或下沉 那更明显地感觉到霸净化 蓝师兄的生动形象的比喻 比如说桃关山 刷子冷净 蓝师兄比喻成 把那个桥按到水里面一样 万老师比喻我们人 这个腰弄一旦像冷净盖一样 这些深重形象的比喻 先入清理书 我们一下就懂了 老师尽确到位直冲灵魂的点 加上不业其凡 见心见力的指导 这是第二个 要明实的指导 那么第三个就是持之以恒 有了公华 有了明实指定 我们还需要持之以恒 有足够的兴趣 持续的热情 换句话说 我们要能够坚持力 能够反复的力 出发力 实际一层 要能力的是功夫 所以我们只要做到这三点 有好功华 有明实指定 能够持之以恒的锻炼 就能够累得出 我们想要的功夫 就能够实现我们的 五书梦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